好那么冯拱跟郭德纲的相声水平谁更好 上回我在聊到冯拱老师那期视频的时候呢 我说论相声水平的话呢 郭德纲会更胜一筹 那么那期视频的底下呢 有朋友呢就说了 说大白老师你这期视频啊 所有观点我都同意 唯独你要说郭德纲的这个水平 相声水平比冯拱好这个我不同意 然后有朋友还很有意思 让我把这个问题呢重说一遍 你说到底谁更好 好的 那今天我就正宗的重说一遍 冯拱老师是当今相声界 活着的这个演员里面 我还是那句话 我最尊敬的一位相声演员 没有质疑 但是你要让我说 他跟郭德纲那个相声水平谁更好呢 我还是说郭德纲更胜一筹 我的理由其实不复杂的 上次我没讲这里我可以说说嘛 相声这个行当呢 他是很看搭配的 或者说很吃配子的 这个大家同意吧 你像冯拱我们都知道的 牛群就是他的这个最佳搭档嘛 是吧 之前跟刘伟达 效果就差点一丝 后来跟郭东霖呢 偶尔达了几年 效果呢 也还不错 但是跟牛群比 那是没法比的 还是略有不足 这个大家同意吧 说白了就吃配子嘛 那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相声界 是比比皆是的 旗帜跟大兵也是一样的 合一起特别仗 分开了就不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真正万中无异的相声高手呢 他又是不吃配子的 你像何宝林大师 马三立大师 马基大师 吃配子吗 不吃搭档好锦上添花 如虎添翼 搭档如果说是一般呢 照样可以把这个相声 讲得发光发热 哪怕一个人演单口呢 也可以整图像什么 斗你玩 宇宙牌详言呢 这样的这个传世之作 对不对 那么郭德纲这边呢 恰恰也是这样的呢 你别看现在跟 于谦余大爷搭得很好啊 黄金搭档 但其实他早期跟张文顺啊 王文霖啊 李金啊 王月波啊 这些人搭 照样可以嘛 哪怕他有的时候 给徒弟们当个捧恩的呢 也是掩盖不住的 一肚子的幽默细胞 还是好笑 所以说于谦 实际上对于 郭德纲而言 就是锦上添花 其实不是水中送弹的 有于谦 于大爷在 更好 离开于大爷呢 他也行 说败了 所以说 论相声能力 这实际上就是真正 顶级高手的一个标准了 那冯宫在这一块呢 我们不能否认 他也很强 但是跟郭德纲相比 在这一块呢 实际上还是差着一些的 是吧 然后接下来第二因素呢 就是作品内容的 这个创作上了嘛 这一块呢 是这样的 一个相声演员 虽然说 也不是说非得会写相声啊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会创作 而且新手担来的话 那这个肯定也是 相声功力的这种表现嘛 创作呢 咱就这么说好了 那分质跟量 这两个方面 你要单纯从量上看 好 郭德纲完胜 我就这么说好了 你曾经有人跟郭德纲算过的 他的这个对口相声呢 是三百多段 单口相声 如果说是按半小时算的话呢 那是两千多段 你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相声 一百五十年以来 所有的相声艺人 所讲过的这个相声 总量的三倍 这就是个天才啊 说白了 天生就是为相声而生的 这么一个人 你要论数量 别说逢宫了 你这相声 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这个小黑胖子比的 那至于说创作的这个品质呢 那虽然说小偷公司这种神作 确实是可以击败郭德纲的这个不少段子的 质量是一流的 但问题是 你像冯拱跟牛群在巅峰时期演的这种作品 讽创作相声啊 其实也不完全是冯拱原创的 实际上他在这个作品的这个参与过程当中 创作的参与过程当中也是蛮有限的 因为他的很多作品是联合创作嘛 所以说你要论创作跟创作的质量跟数量 冯拱在郭德纲这边也是没有什么便宜的 对不对 那郭德纲可能相较于冯拱略输一筹的呢 那就是他的这个舞台上的表现力这个事情了 你看有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那就是冯拱牛群这对组合呢 在有个方面对郭德纲是形成碾压的 那就是电视相声的这个表演上 那这个没法比 你就拿春晚来说好了 冯拱牛群我就这么讲好了 随便拿一段春晚相声作品 就拿最差的那个作品 就跟郭德纲的那年的春晚的那个相声比的话 都是碾压 老是讲老郭当年的这个春晚 在我看来就是个耻辱 什么这个败家子 把他自己搞得个败家子一样 这这样子真是差 没法听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但是那为什么说回来 为什么冯拱跟牛群的这个晚会相声 可以整得那么好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 就是这一对演员的舞台表现力太强了 或者表演力太强了 那像冯拱公认的相声界的演技之王吗 牛群呢演正剧的时候 可能火候呢 就要是冯拱差点意思 但是要搞喜剧表演也是个天赞 两个火宝啪啪 就是不是啪 搭在一起啊 最后就创造了 那几年几乎是见人杀人 见佛杀佛的巅峰年代嘛 郭德纲我前面讲过的 论拍电影演喜剧 那就是个三流演员 直到现在一到镜头面前 还是摆脱不了那种随处可见的尴尬感嘛 论演戏自然斗的话 他可能还不如他的土地岳云鹏 可能还不如他的儿子郭麒麟呢 是不是 那跟冯拱的话更别比了 当然这个事呢又很奇怪的 就郭德纲呢 虽然说在电视面前演电视剧演技不行 他到那个相声舞台上做表演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演技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 又很好了 你不能说在相声舞台上的那个表演呢 你不能说丝丝入扣 但多数时候也是相得益彰吗 也完全没有那种不自然的感觉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拿相声舞台当中的 这个表现力来比的话 郭德纲哪怕输逢拱的话呢 他输的也是有限的 是不是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把综合以上 这几个评价相声的关键因素 一起打个总分的话 那还是郭德纲呢 绿胜一筹 就是郭德纲呢 绿胜一筹 对不对 这个事情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好吧 你这个事情 哪怕再让我说一百遍 我也还是这个答案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写评论 文大班 下期百话天下 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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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